靠近腳踏車 兩名乘客下車 其中一人出手又拉住騎士 當下騎士拔腿快跑 不止兩名男性追過去 就連駕駛也跑向前 十二秒後 騎士不慎碰撞 停在民宅外的耕耘機 三個人對他又拉又扯 期間有附近民眾上前來關心狀況 騎士最後遭到三人壓制 但直到三人全部松手 立時三分又十九秒 這個時候騎士早已滿臉鮮血 受傷且飽受驚嚇的 就是十七歲少年 四號當天傍晚 在打工收工的回家路上 遭三名成年男子攔住 最後才發現這三人是便衣警察 攔查的舉動根本是烏龍一場 高中還沒畢業的少年打工 回家路上遭便衣警察攔檢 還因此受傷 家屬不滿 警方執法太超過 三名警察接下來將面對行政調查 有可能因此遭到懲處 代班所長先濟申戒一次 但無辜的少年打工為了貼補家用 回家路上遭遇驚魂的一百九十九秒 臉部因此受傷 附遠的路警方則無旁貞 三名警察接下來 會不會將話採訪到